台中市长林佳龙即将届满三周年21号这一天 他也亲自说明市政建设 包括不一样的市府建构流域城市 繁荣就业经济和智力对抗空污等四大改变 以及专属的城市光荣感上市国际等两大展望 希望市民能够更了解市政成果 也希望市府能够做一个解决问题的市府 让台中变得更好 接着风运动可是全民的时尚 早来网红视网模拍摄市政宣导影片 内容涵盖多项旗舰计划 称得台中市长林佳龙就职三周年记者会抢前曝光 市长林佳龙表示选在风源阳明大楼来举办 就是希望向市民传达平衡山海豚发展市府做到了 我们想三年了 很多的市民在我当选的时候 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 对于原县区边缘化的一个失落感 我相信我们回来这里也要告诉所有的市民 每一个台中市民都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就职三周年演说上市长林佳龙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行动市府 重现水安风光 繁荣就业经济和对抗空污等四大改变 宣告让市民有感 并且期许未来能够朝向2025年旗舰计划来继续努力 有拟定一个2025台中好生活旗舰计划 那有上百项的子计划 那有13大旗舰 这个都一一在落实中 那我想进一步 我们当时规划的这个2025 其实就是以十年为期 所以我想是台中加速发展的阶段 市长也指出明年开始世界花博、东亚清澳、世界五博运动会和世界兰花展陆续在台中登场 期待能够提高台中的国际能见度 至于有媒体问道给市府行政团队来打几分 林佳龙肖肖的表示就留给市民来打分数 记者李佳龙肖中猜不到